你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盤是持續的往上漲176點 好 前天在這個外資 大買了這個期貨多單之後 昨天還在持續大買 所以預估今天還在持續買 所以這個行情基本上 它以指數拉抬的過程裡面 它過了16000點 重點是過了16000點 投資朋友可能有一種感覺 很像賺了指數 賺了價差 就是說指數它在往上漲沒有錯 但是股票好像沒有什麼很大的表現 尤其大部分投資朋友手上的股票 你看最近在漲什麼股票 最近在漲這個旅遊股 三富 五福 這些股票基本上是投資朋友沒有的 還有台積電 大型股 還有什麼和泰車 這些股票你說你有嗎 幾乎沒有 大部分投資朋友的股票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發現當行情 衝到了16000點之後 市場上還是會覺得這個行情 這個地方有一個居高思維的心理 但是我認為股票要出現一個所謂的一個上漲 它必須要有條件 我認為大盤再往上漲 那是大盤跟期貨的事情 股票要往上漲 一定要具備它的籌碼 以及包括它的這個基本面 跟它的產業是不是出現一個 有前景的未來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要看這個以上跪的指數為主 上跪指數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我在5月16號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這裡回到一個支撐點 它會來先做一個反彈 先來挑戰這個月線 所以5月17號它已經來攻到月線了 攻到這條月線了 攻到月線之後我認為要經過三部曲 才能確認這個漲勢 所謂三部曲就是 攻到月線之後 它會來做個回撤動作 然後回撤之後不破這個低點 然後再往上突破這條月線 這叫三部曲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是5月18號 到月線這個地方你看 它這邊開始出現上影線 今天開始出現上影線 也就是這個地方開始 它這個地方開始遇到 這個下降的月線的壓力 還有上面的高檔區的一個 套牢反壓 所以這個地方開始流上影線 所以這個地方我認為 衝上去完以後 在這裡可能會先做個震盪拉回 震盪拉回以後 第一個不能再破底 如果再破底 那這個是一個假性的反彈 這個變成一個假性的反彈 所以這個上跪的指數 如果說它回撤沒有破底 然後再做個突破 也就是說突破回撤再突破 那這個地方就形成一個底部形態 那這裡就有機會走一波上去 再來挑戰這個高點跟這個高點 這是我們的對未來貴買指數的看法 但是投資朋友要注意到 今天我跟大家講是個股形態分明 其實我昨天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發現到個股強弱是分歧的 強勢股它比較能夠持續的往上面走 但是弱勢的股票 昨天大盤漲了200多點250點 還是不漲 還是沒有漲 今天大盤又漲了176點 但是這些弱勢的股票 幾乎還是沒什麼動 還是沒什麼漲 所以這裡要知道說這個行情 如果它真的要出現一個底部形態 它出現一個打底形態 然後這個行情如果要往上攻擊的時候 要以什麼股票為主 今天我會跟大家來做一個分析的 說明的要點 另外如果這個行情 在震盪的過程裡面 什麼樣的個股 你要利用反彈上去 做一個換股操作 做個減碼的動作 因為我認為接下來會出現一個 比較強弱分歧的狀況 個股會出現比較分歧的狀況 也就是說比較具有產業 比較具有前景的 然後存保比較安定的 沒有被套好的股票 這些股票它有機會再往上面走 它有機會再往上面走 但是如果說 它的存保已經被破壞掉了 然後形態也形成空投形態 然後上面也出現 大量主力出貨的形態的股票 那這種股票基本上 就算這大盤 現在衝過16000點了嘛 就算大盤真的跟你漲再上去了 它也沒有多少空間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些股票 先做鈦除掉 你鈦除掉這些個股以後 剩下的股票才是精華中的精華 你要從精華裡面 去選擇好的個股 這種股票才會讓你有賺錢的機會 好 所以我們來看喔 這檔個股我們看 它今天出現一個沙尾盤 它為什麼會出現沙尾盤 因為你看到這個地方是不是出現 很大量的套牢 這個地方是不是出現很大量的套牢 所以這個地方已經有套牢量了 然後它這一根沙下來是帶量往下沙 所以這個地方又出現套牢量 你看當它反彈到頸線位置去 當它反彈到這個頸線位置去 它過不去啊 過不去今天就一根藏埃殺下來 所以很明顯如果說這個地方 你的手上的股票或是你的持股 或是你買的股票呢 它具有籌碼套的這個因素存在的話 像這種個股呢 就要反彈把它賣掉 它沒有多大的一個上漲空間 因為上去都是層層的套牢反壓 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講的 包括像是你看之前跟大家講 4月24日跟大家講說 6月34的萬序有沒有 這個地方也出現大量的套牢 這個地方我就告訴你這個假突破 所以我認為這一檔個股呢 就是由主力大戶出貨的跡象 對不對 那你看 到5月17號 昨天大漲250點 它幾乎都沒有動 所以我告訴你 要這種個股你要反彈出 這種股票呢漲不動 為什麼漲不動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出現大量套牢 然後這裡也大量套牢 這裡也大量套牢 所以它很難攻上去 以這樣子的成交量 它是很難攻上去的 所以這個是昨天5月17號 我們看一下今天5月18號 看一下它的股票 6134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地方大量套牢 你看它這個地方都漲不上去 漲不上去 漲不動 今天大盤 連續大盤2天 大盤昨天漲250點 今天又漲100多點 2天漲的將近快要 應該快400多點了 你看它都漲不動 都漲不動 所以像這種個股我才會告訴你 你這種個股就不能去做多 因為你做多你買它 你也是沒有什麼 你吃不到果子 賺不到錢 包括像是我跟大家講 6105的套牢型態的股票 這兩張個股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是3月13號 在這個地方就在這裡 從這裡這樣一路往下跌 我也跟大家講 這張個股你要用反彈 在做減碼動作 但是我其實很懷疑 它能夠彈多高 它能夠彈多高 這兩天大盤也是大漲 但是你看到 你看今天 開高走低殺下來 幾乎彈不上去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 其實很多投資朋友 看到這個指數大漲 以為說股票就會大漲 以為指數大漲 因為你看這指數創新高了 指數創高點了 很多人會覺得說指數創高點 股票應該大賺 那呢其實並沒有 很多股票基本上還是嚴重套勞 而且拉都拉不上去 大盤漲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是賺的指數賠的價差 尤其是這種都是很多投資朋友手上的股票 因為電子股的中小型股票 很多投資朋友都有嘛 包括像是你看我不會跟大家講說 僅序回程不如預期的這個電源管理IC嘛 對不對 你看這兩個有電源管理IC你看 好看一下 你看它今天帶量還往下殺 你看那大盤呢 大盤在這裡 那6415呢在這裡 一路往下跌一路往下跌一路往下跌 從600多塊跌到300多塊已經腰斬了 你看它最大量是不是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那往下跌的情況下還是爆量 所以往下跌我講過像這種股票 我為什麼告訴你不能去買 因為你看它你去買 你去想這個地方有量 有人在這個地方搶反彈嗎 反彈上去以後再破底嘛 對不對 那反彈上去呢再破底嘛 反彈上去再破底 所以你任何個低點你去搶 居然是你買到最低點 你到最後你還是套牢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這樣一路往下跌 因為它這個頭部形態已經完成了嘛 所以像這種個股 你必須要剃除掉你的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有這種股票 只讓你傷腦筋而已 因為你該不知道該怎麼樣解套 所以像這種個股 都不能去輕易的逢低加碼攤平 那包括像軍工股 我跟大家講是爆量了嘛 爆量就套牢亮到這個地方 爆量後會往下跌 看是不是往下跌 對不對 今天5月18號 好 昨天談了一下 昨天是不是談了一下 昨天大盤漲250點 他跟著談嘛 今天大盤漲100多點 他都殺下來了 為什麼談不動 因為這裡已經爆出大量了 這裡已經爆出大量了 然後這裡已經很明顯出現什麼 兩波斷的下殺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到大盤連續漲兩天 漲了快400點 其實很多股票都沒有漲 很多股票都沒有漲 包括下次你看軍工股 因為軍工股 我也跟大家講在5月1號跟大家講 這個短線上已經有大量有套的籌碼了 有沒有 所以說當市場在一撥蜂的時候 只有我提醒你要冷靜 這個地方就已經有大量套牢在這裡 所以這兩天還沒有破這個低點 我就告訴你短線上已經有套牢籌碼了 還要從這裡這樣一路往下跌 那我看一下今天 今天又開高走地殺下來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它又長不動 為什麼長不動 這裡已經大量套牢了 那上去多少人想解套 多少人套牢想要解套 它等著你上來 那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像這種類似被阻力利用利多 出貨過的股票 它阻力它不會去拉上去讓散戶解套 它不會拉上去讓散戶解套 它如果真的拉上去 你真的是要感謝 你真的要感謝 但是你看都屬於弱勢反彈 軍工股你看 這個都完成頭部形態 這個都要爆大量 看一下 看來今天還是彈不上去 所以你不要認為大盤彈 股票就跟著往上 這個是你錯誤的想法 不是這樣子的 大盤漲是漲台積電 漲指數 漲大型股 投資人手上的股票 基本上還是屬於弱勢形態 你看這個軍工股的金剛也是一樣 這裡為什麼上不去 這裡是不是出現很大的套牢量 所以一上去呢 一上去接近到這個頸線的壓力區 就急著有人想賣 那你看這邊成交量是不是很大 所以這裡套牢的人很多 這裡的量有比這裡大嗎 沒有啊 這裡量沒有比這裡大 它怎麼樣去突破這個高點呢 很難突破嘛 所以你這邊的量跑出來 然後呢 至少你要跟它差不多的成交量 那你才可以跟它換手嘛 才可以跟它換手嘛 那如果以這樣子的成交量來講的話 它沒辦法 重買沒辦法換手啊 重買沒辦法換手啊 那怎麼漲 好 昨天往上面漲的先進光 昨天攻漲停 今天開高給我打下來 為什麼打下來 一樣嘛 也是一樣嘛 碰到這個頸線區嘛 這個地方是不是大量套牢 所以今天為什麼一攻上去 攻不上去就打下來 因為這裡套牢區在這裡嘛 套牢區在這裡嘛 包括像穩帽 你可以發現到這個形態上也打出來嘛 我剛講跟大家講說這個也是一樣 反彈上去到壓力區就是要出的嘛 這裡套牢 這裡量套牢 然後這裡也套牢 那你說你怎麼可能一隻腳上去 就直接上去的 這不可能單腳突破嘛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個股呢 反彈 預壓都要出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 市場上目前呢 會覺得說 你會發現到做多的老師 他基本上不會跟你講這些股票 但是這種股票 基本上佔了大概至少65%到70% 佔了目前市場上大概六成到七成左右的股票呢 是屬於這種弱勢的股票 只有大概兩到三成的股票 是屬於比較強勢的股票 所以基本上做多的不會跟你講這種股票 但是這些股票基本上套了很多人 套了很多人 像這種個股呢 基本上 我說就算這指數再往上面漲 大盤再往上漲 跟它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 跟它沒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你抱這種股票 你抱著你會覺得說 你在浪費你的時間 而且很難讓你解套 所以像這種個股反彈 就是預壓出的 那資金到底要擺在什麼地方呢 我跟大家講 至少你要擺在像這一種 像這一種 沒有套牢量問題的股票 沒有套牢量問題的股票 我認為這種個股才有機會 在行情震盪的時候 它有機會再往上創新高 這才是你近期你要去把握的標的 好 如果你要跟著我們一起布局的話 可以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520有個優惠的活動 感恩優惠活動 你可以打電話來做參與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以後我們再回到現場 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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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代理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好 我們要怎麼樣來 運用這個剔除法 剛才我跟大家講 如果說這一檔個股呢 第一個它高檔去爆出大量 就是可能是主力出貨的量 因為主力出貨完以後 它爆大量完以後量就開始縮了 因為它已經出完貨了嘛 它不需要再撐這支股票了嘛 所以它就開始量縮 一直盤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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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種主力出貨掉的股票 除非低檔區它有出現量的換手 就成下量再出來 否則像這種個股就是隨時浮沉 我總共跟大家講 隨時浮沉就大盤漲的時候 它可能跟著彈一下 但是大盤稍微震盪一下拉回一下 它就跌下去 而且跌得比大盤還重 像這種個股呢 你如果花錢去買這種股票 你會發現到你還是賺不到錢 或者是你手上有這種個股 你會發現你會套了很久 大盤上了16000你還是在等解套 那現在就有個問題存在 大盤在16000你的股票還在等解套 那如果大盤從16000這個高點區 開始震盪 它如果一旦拉回呢 你會發現你會不會覺得說 你的套的股票套得更嚴重 那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那現在這個16000到16000 空手者你要買什麼股票 空手者你如果是空手者 你要買什麼股票 這就是接下來我要解答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把那種高檔 主力出貨掉的股票 你把它剔除掉 你把那個業績還在衰退的股票 剔除掉 你把大陸在競爭 撒價競爭的這些產業的股票 把它剔除掉 然後你會發現到 能夠剩下買的股票其實不多 這是我跟大家講說 其實大部分投資朋友有一個迷思 就認為說大盤往上漲 應該是八成的股票 要往上漲才對 其實目前行情正好是相反 現在行情在往上漲 大概只有兩到三成的股票在 真正的能夠創新高 真正能夠往上漲 大概只有兩到三成 大部分的股票其實都在等解套 都在等解套 所以你看這個大盤這兩天拉上去 大家為什麼會措手不及 因為股票其實沒有什麼 沒什麼漲 漲大型股而已 漲那個指數 漲期貨的樣子 漲台積電 其實很多股票都沒在動 都沒在漲 或漲一兩天 漲一天 漲兩天又摔下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空手者什麼股票 倒是可以來做一個逢跌布局 我跟大家講 像這個酸紅 為什麼 因為酸紅它大量在這裡 大量在這裡 所以大量在這裡 這個量沒有什麼套量 它這邊有大量 但是大量在這裡 它沒什麼套量 它現在快創新高了 所以像這種個股 你看它在往上面震盪過程裡面 其實它在洗融資 它在洗融資 融資是不是被洗掉了 像這種個股 就有可能會創新高 而且它的產業是散熱模組的極優生 它是散熱模組極優生 也就是未來的AI這個伺服器 很注重散熱的一個效能 因為AI基本上是屬於 這個伺服器屬於大的伺服器 它的效能提升上去完以後 那麼它的熱量 產生的熱量是更多的 它需要由氣冷室 改成易冷室 水冷室的 這一部分就是酸紅在做的 所以酸紅為什麼能夠在大盤 在那邊震盪的時候 拉回的時候 它還是維持高姿態的整理 像這種個股就有機會再創新高 所以我認為AI人工智慧 這一個族群基本上 因為你看美歐股市也是一樣 美歐股市在漲 基本上還是跟AI有關的股票 包括像是01 你看這檔個股今天它創新高了 為什麼它能夠創新高 它跟我之前上半段講的股票 哪裡不一樣 上半段我講的股票 這個大量都是被套腦的 但是你看它的大量都是過去的 你看這個大量 過去的 這個大量過去了 所以它每一個高點都過了前波的大量 高點都過大量 所以它沒有套腦的福額 那股票為什麼不會漲 因為有套腦的福額 因為主力出貨出完之後呢 爆大量之後上面有套腦的福額 就很多人去買嘛 很多人去買 那主力利用那個時間把它出貨出掉 出完以後爆出大量嘛 所以主力下車了 但是散戶呢在裡面 那在裡面呢 投資人在裡面呢 基本上它談不上那個位置去啊 因為散戶主力已經出完貨了 它不會去拉了嘛 那散戶就在等解套嘛 那如果說能夠拉上去 讓散戶解套 它一定想說 哇難得這個機會終於解套了 趕快賣 對不對 但是通常很難又回到那個高點 所以像這種個股呢 沒有套的什麼 沒有套的什麼股票 沒有套的籌碼 這種股票當然就會往上面漲了 比較有機會再往上面攻擊 包括像什麼 像這種個股它沿著月線再往上面走 你有沒有發現 它沿著月線再往上面走 而且呢 這個地方是大量 有沒有套腦 沒有套腦 這個地方大量在這裡 有沒有套腦 快過去了 所以像這種個股呢 也是比較有機會創下新高的股票 包括像是美食也是一樣 它大量在這裡 那這家公司因為它的戒毒 戒毒飲藥跟血藍藥在美國賣得不錯 然後去年大概賺12塊錢 今年會賺更多 今天會賺更多 所以它股價開始往上反映了 但是你看重點是因爲什麼 重點是因爲它根本沒有套腦量 它已經過去了 沒有套腦 你看這個融資又在減 像這種籌碼相對穩定 相對安定的 而且它的營收 它的獲利持續往上做成長的股票 比較有機會再往上面漲 所以你要買是買類似 像這種個標的 所以我幫大家選出的這檔股票 也是沒有套腦籌碼的問題 像這種個股就容易在往上面漲 就容易在往上面漲 所以說如果你是空手的 或者是你手套有套的股票 你不知道怎麼換股 怎麼樣做換股 買到真正沒有套的標的 然後籌碼業績都相對穩定的 那這種標的你就要選擇 那我就要選擇這樣子的股票給你 所以你好好把握 我們這一次的520的優惠 跟上腳步 祝大家查做順利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nouveau報告 您在下 maintained 失�antom